现在快到2021年的5月份了 以往呢 6、7月份就是搬家的旺季 那么很多人呢 在这个时候找房子 要找的就是县房 咱们现在来到了 大洛杉矶地区的尔湾市 那么这两天就有人在问 说想找一个四房的 一楼有卧室的 全新的 还得是县房和独栋 并且呢 还不能贵了 提完要求之后呢 这个哥们就加了一句 说我觉得是应该不太可能吧 其实呢 我还真做研究了 咱们现在呢 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楼盘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小独栋呢 一楼是有卧室的 刚才看的是一个宽大的客厅 并且呢 它是一个侧院 整个房子的面积呢 是从2300尺到2600尺 四房或者三房的户型都有 视频里这个呢 是位于一楼的卫生间 这是一个权位 那么在二楼呢 它还有一个小客厅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之后呢 可以坐到互不打扰 跟一楼的那个客厅是分开的 而且呢 二楼是三间卧室 它是分两边 一边呢 是两间 一边是一间 这个楼盘的位置是不错的 可以步行的去泳池 会所学校 是尔湾的学区 而且大概四分钟的车程 就会有一个大的商业中心 这个楼盘呢 现在有些县房 116万左右起 有些地块呢 还包了6到9万的升级 但是呢 估计这些县房 很快也就没了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房子的主卧 在二楼的 这个主卧还是很大的 而且呢 还带了一个阳台 总的来说呢 这个性价比是不错的 值得关注 更多的资料欢迎单独找我 感谢您的关注 持续给您带来 最具性价比的方圆 好 谢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